正當年底的大選 正式邁入雙雄對決 現在現任總統拜登 此時此刻正在美國的國會 發表國情之文演說 這一定是拜登任內 第三次的發表國情之文了 作為即將代表民主黨 競選連任的現任總統 拜登當然不會錯過 這個好機會了 因為這是一個可以擁有 上千萬美國觀眾的黃金舞台 因此這個國情之文 可以說是他的年度大秀 整張演說 預計是從台灣早上的 10點鐘開始 但是大約在10分鐘前 拜登才開始說話 現在仍就在進行當中 根據過去的慣例 拜登大約會演講 一個小時多一點 重點是向全美以及全世界 來展現自己任內的政績 並替接下來幾個月 即將再次對上老對手川普 設法和他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然而目前的民調大多顯示 美國的選民認為 拜登的年事已高 質疑81歲的他是否還有 能力可以繼續的領導美國 因此這一次的國情之文演說 一方面也是拜登展現活力的好機會 另外一方面 各界真的是非常關注 他會不會有任何的失誤 或者是出錯 一舉一動都被放大檢視 另外面對黨內外批評拜登 在加薩危機上面的處理 嚴重不足 華府的官員其實也在事前透露了 拜登將在他的演說當中宣布 美軍會在加薩新建一座港口 並利用海陸的方式 把更多的人道助援物資送進加薩來 預計這個港口還需要至少幾個星期 才能夠建立完成 另外川普方面 作為共和黨如今唯一一位參賽者了 川普也來對拜登下了戰帖 說他隨時隨地會做好準備 要和拜登來個正面交鋒 直接的辯論 好 再來我們就繼續關心了 南韓醫界的罷工最新動向 最近醫生的社群當中 流傳了一份所謂真正的醫生的名單 公開的部分沒有參與罷工 或者是事後返港的醫生 他們的個人資料 其中就包括了姓名 和畢業的學校等等 藉此來向他們施壓 而且相關的文章下方 還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諷刺性留言 說這些人就應該被一輩子剝削等等 雖說不確定這個名單的準確性 但在這種氛圍之下 其實很多實習住院醫生都表示 自己非常的害怕 目前為止還有上千名的醫生 都還沒有返回崗位 政府也表示要大動作的來啟動 吊收 執照等作業流程了 但是現在醫界和政府 對於事態未來的走向 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醫界人士認為 事態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這個遞交辭程的醫生是不會返回崗位的 而且醫療的空窗 餘波 可能會持續3到4年以上 但是政府卻覺得 在強制復工的命令之下 這些辭程本身是不會被受理的 也就是說這些罷工的醫生 沒有辦法自己開醫院 也不難隨便的來跳槽 聘用他們是違法的 所以他們終究是要返回到 自己的工作崗位 顯示兩方有不同的看法 好 最後我們就來看到這個驚悚的畫面了 這究竟是技術故障 還是AI存在劣質人性的一面呢 日前在沙烏地阿拉伯 舉辦這個AI科技盛會DeepFest當中 阿拉伯就展現了 由官方投資開發的這個AI人型機器人 並取名叫做穆罕默德 可以看到畫面上 AI是頭戴阿拉伯的頭巾 身穿白色的罩袍 臉上還有鬍子 但是在這個公開亮相之後 沒想到引起各界議論的 不是這個機器人本身的性能 而是發表會上的意外插曲 我們剛剛畫面上可以看到 當這個身穿藍衣服的女記者 在認真介紹的時候 這位莫涵默德機器人 卻默默地從身後伸出她的弦豬手 摸了記者的臀部 當下這個記者是嚇了一大跳 並且立刻回頭來揮手制止 不過只有網友在看完之後 就覺得這個機器人 在摸記者的臀部之後 似乎露出了淺淺的笑容 因此覺得她是故意的 但是事後研發團隊也緊急出來滅火 說整體事件是因為技術故障 目前也已經緊急的修正程式了 但是還是在網路上引發了一波熱議 好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國際推播 請訂閱按讚分享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